同学们好,我们学习第二章存货 那存货是基础章节 还是比较重要的 这一章学习指南 还是围绕这四点 学习目标 第一个,理解存货的概念和确认条件 也就是说,给定事项属不属于存货,我没有清楚 第二,掌握存货的初始计量 那这叫计量吗 一项资产取得时都有初始计量的事情 第三,理解发出存货的计量 那对于存货来说 发出存货,如何计量 比如说用的是先进先出法 全越一次家军拼领法等 第四,熟练掌握期末存货计量 很重要的一个点 存货期末按照成本与可变现净值熟练计量 那对于可变现净值怎么进行计算 如何确定存货期末账面价值 这都要熟练掌握 第五,理解存货盘盈盘亏或随损的会计处理 我们在这一部分考试也是容易出可问题 考清概况 那这一章属于基础章节 考题一般是客观题 但是像2022年考试大题里面 跟和平财务报表固定资产都结合的 也涉及到综合题里面作为其中的一部分 所以不要认为好像只是出客观题 毕竟它是基础章节 如果说这一部分 你掌握得不好 那后面啊 你像非货民资产交换债务冲组啊 和平财务报表索得费等等都会受到影响 从这一点来说 它是比较重要的章节 今年教材的内容没有实质性变化 只是说有一点 算可变性净值时估计的销售费 那销售费又多说了 加那么一点内容 也不是实质性 靠点力图 存货的初始计量 二二年的单选题 二一年的多选题 所以我们会看到 初始计量这一部分 那出客观题概率是比较高的 当然前面谈到的二二年 那个综合题里面 也涉及到存货初始计量的事情 可变现净值的计算 二年单选题 存货跌价准备的会计处理 二一年单选题 存货盘盈盔盔盖或毁损的会计处理 二一年的多选题 这是近三年考试题的概况 存货这一章一共是有四节内容 第一节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第二节发出存货的计量 第三节期末存货的计量 第四节存货的清查盘点 那相对比较重要的是第三节 期末存货的计量 我们看第一节 存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这一节里面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存货的性质与确认条件 第二存货的初始计量 第一个问题 存货的性质与确认条件 一个是存货概念 就是说 给定事项我们会判断 属不属于存货 然后再涉及存货确认条件 确认条件部分 就是和第一章的说法要一致 那比如说与存货有关经济利益 很可能留住企业 存货的成本能够可靠进来 我们先看存货的概念 这是企业在日常活动中持有的 那非常强调的一点 日常活动 那不属于日常活动的不行 以备出售的产成品或商品 比如说 买的材料 对它进行加工 加工成产成品 那是存货 这产成品当然加工完成之后是对外出售的 就以备出售 那对于商品流通液 买来的商品 我不再进行加工 直接对外出售 那以备出售的商品 这属于存货 下面是处在生产过程中的再产品 制造业 我们要对商品进行加工 完工之后呢 形成产成品 核算是用库存商品来核算 没完工的 那就是再产品 属于存货 对于呢 制造业 反映再产品的余额的 是生产成本的余额 生产成本科目余额 房地产开发业 叫开发成本科目的余额 都是体现再产品 然后 在生产过程 或提供劳务过程中 耗用的材料物料的 典型的 对于需要加工 对外出售的 产生品 我们要买材料 比如原材料 那你这一部分也是属于存货 我们买来的材料 那是企业拥有的 那 过去交易事项形成 预期会给企业带来利益 那属于资产吗 在这里属于存货的那种 我们在掌握存货 要注意关键点 最终的目的是出售 比如说 商品流通企业 我们买的商品就往外卖的 那最终目的出售 制造业 买的原材料 对原材料加工 加工成产生品 那你还是往外卖的 最终目的通过产生品 发生往外卖 但是也不排除 我们买进来的材料 我直接往外卖 比如说 咱们谈到这种 产生品的 买的木材 这是相当于原材料 原材料经过加工 形成的木板 我们假定往外卖 那你这个木板板块 它就是属于产生品 那加工过程中 没有形成最终的木板 那就是属于再产品 最终目的出售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判断 到底属不属于存货 房地产开发企业 买的土地 用于建造商品房 买的土地是什么 存货呀 你不要说 买的土地 那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因为你买的土地 明确的 是用于建商品房 商品房最后是要出售的 土地的价值 也是通过出售商品房 把它收回 但是说 买的土地 要是用于自己建造的办公大楼 那它就不是 它最终目的不是出售 那就是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这里面的周转材料出卖 因为周转材料 包装物可能是多次进行使用 第一支药品最终都消耗掉了 这两个特殊 它的最终目的不是出售 剩余那些材料 我们用于加工成产品的最终目的形成出售 注意这个概念 我们看提示 一 为建造固定资产等各项工程储备的各种材料 就是你是建造固定资产等长期资产储备的料 那这一部分最终呢 是把它寄到固定资产里去 它是工程物资 最终目的不是出售 所以它不符合存货定义 因此说 购入工程物资属不属于企业存货 不属于 那掌握时最终目的不是出售 那第二 下列项目属于企业存货 那接下来这些 它属于存货那种 一个是企业接受 外来原材料加工制造的代制品 和为外单位加工修理的代修品 制造和修理完成验收入货后 那视为产生品 再属于存货 也就是说 在加工修理过程中 我们还要投入料 投入人工 那你这一部分就属于存货的内容 那第二 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入的 用于建造商品房的土地 这个生存 我刚刚解释过 它属于存货 土地使用权的会计处理考试 也是容易出客观题 给定的选项 让我们判断是否正确 再看第三 已取得商品所有权 但尚未验收入库的再次物资 就说已经归我们了 但还没有验收入库 比如说商品明确的合同里面 只要离开了销售方 那我们就取得它的控制权 这个时刻就属于存货 属于我们的存货 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就行 那第四 已经发货但存货的控制权 并未转移给购买方的发出商品 比如说销售方把自己的商品发出 客户还没有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我们把商品由库森商品 转到发出商品里去了 只有是客户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我们才会由发出商品 把它转到费用 主营交付成本 那你这个时刻发出商品有余额 属于存货 那下面 第六 以支付手续费方式 委托代销的商品 那这种情况 收取手续费 你把自己的商品 委托别人代销 那现在 受托方没有对外出售 商品还是属于委托方 那当然属于委托方存货 第三 对于受托代销商品 说由于其所有权未转移给受托方 这样的受托代销商品 不能确认为受托方存货 它属于委托方存货 对于受托方在核算的时候 把它呢 反映到受托代销商品 受托代销商品款 然后最终呢 这两个科目对冲 因此 冲完之后 在受托方的报表上 没有真正体现存货 因为两个对冲了 这样呢 对于受托代销商品 它不属于受托方存货 概念我没有清楚 好 我们下面看第二存货的确认条件 我们前面也说过 要和第一章资产的确认保持一致 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才能确认 第一 与存货有关的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我们第一章说 与这项资产有关经济利益 很可能流入企业 一样 那第二该存货的成本 能够可靠的计量 要想确认 要有数字 必须是可靠计量 如果这数字没有 你不能对它进行确认 所以叫做很可能流入企业 成本能够可靠计量 下面看一个多选题 西亚列各项物资中 应当作为企业存货核算的油 A 房地产开发企业建造的 用于对外出租的商品房 就是我们要建完了这个商品房 是对外出租 对外出租 它会形成投资性房地产 这在投资性房地产时 大家还会看到这一点 所以它并不是存货 那如果说 变换一下 房地产开发铁建造的 用于对外出售的商品房 那它就是存货 因此对外出租不行 不能作为存货来进行核算 B 发出商品 刚刚解说过这个问题 商品发出去了 客户没有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我们还不能确认收入 那仍然属于我们自己的存货 所以它是属于存货内容 C 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低支一号品 这个比较特殊 也就是说这一些啊 像低支一号品 劳动资料 也是考虑到重要性 这方面的要求 我们把它放到存货里来 没有作为固定资产核算 所以它属于存货 我们再看D 为外单位加工修理的 以完工入库的代修品 我们前面谈到代修代制的 你在修理或者代制过程中 投入的料工费 那会形成存货 这个是BCD正确 第二个问题 存货的初始计量 存货应当按照成本 进行初始计量 我们初始计量谈到这个成本 固定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都这么说 所以像这些资产 在初始计量时有共性 比如说购买价款 支付的直接相关费用 然后对于增值税的处理 那都是一样的 规律性的东西 共性的东西要清楚 存货成本包括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其他成本 那如果说存货 购入之后 直接对外出售 那成本就采购成本 采购过程中发生 如果说有的存货 需要加工成产成品 才能对外出售 那除外购的采购成本之外 还涉及了用加工成本 就是加工过程中所发生的 成本呢 其实也不是很难理解 那就说 这项资产 形成过程中的一个本钱 成本啊 我想我们每个同学 可能都吃过炸油饼 那说炸这个油饼的本钱 都包括什么 涉及到有买的面 成本 涉及到油 那涉及到炸锅什么用的一些天然气 涉及到雇的人员的工资 那最终构成他的本钱 成本 而又涉及其他成本 所以涉及采购的 加工的 其他的 这是存货成本的构成 先说说其他成本 因为对于呢 采购成本 加工成本 相对来说 可能好办一表 而其他成本 对于存货 什么叫其他成本 这典型的 比如说 为客户建造办公大楼 发生的设计费用 你为人建一栋楼 要请设计师设计 有时这个支出数还挺大 它不是采购成本 不是在加工过程中发生的 但是这个设计费用 就应该把它计入到 办公大楼中 因为你最终形成 办公大楼的一个本钱 这就叫其他成本 不我们要注意的 不是说 所有的一些设计费用 都往成本里寄 有一些情况 我们生产的产品 可能是大批大量的 发生了设计的 你大批大量到底是多少 这个数还不知道 你把这个设计费用说 那我也往进寄以后 那什么分摊 也不是很好办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 也是出于 比如说中小性 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我没有必要那样做 把它直接寄当机损移 寄管理费用 因此这里是明确 其他成本 典型的是建造办公大楼 说这项资产价值比较大 为它发生的设计费用 应该直接把它寄入到成本中 这是其他成本 那接下来 我们在理解存货成本时 因为谈到存货成本 采购成本 还有加工成本等 所以要大致的知道一下 成本核算 那最终构成成本是多少呢 那我们现在成本啊 仍然用的是制造成本法 并没有说 把一个公司发生的 所有的支出 现在全部归入到 所生产的产品中 那有的比如行政管理部门 所发生的一些费用啊 现在是管理费用 没有往成本里寄 不过呢 说随着发展 以后这些是不是进成本 曾经以前 有过完全成本的说法 都往前寄的 只是现在呢 我们制造成本 那对于制造成本 成本项目 涉及到有直接材料 直接扔工 制造费 这么几项 当然像直接材料里面 有的在分成燃料动力 比较多的燃料和动力 那在核算时 用的核心的账户 那是生产成本 就说要反映 这个产品 形成过程中的本钱 叫生产成本 我说的是一般制造业 房地产开发业 用的是开发成本 原理都是一样 对于需要经过加工 才能对外出售的产品 我们买材料时 那是存货 比如建方建原材料 应交税分 应交增值税 进行税额 代方代季 银行空管 等 那这样 领用原材料数 如果是直接材料 也就是说发生的时候 直接能够把它记录到 成本核算对象 或者有叫成本计算对象 我不想过多的展开 说那么多 你假如啊 就把成本计算对象 认为是生产几种产品 比如说ABC 三种产品 那如果领用材料时 就明确ABC是多少 就直接材料 我们直接把它记录生产成本 借记生产成本代原材料 对于生产工人的职工薪酬 我们直接记录生产成本 借生产成本代应付职工薪酬 这叫直接扔工 当然 有的一些原材料 付给职工的薪酬 发生时并不能明确 到底记住哪一个成本计算对象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比如生产车间 耗用的一些物料 我生产车间 生产产品有ABC 我不能说 那这一部分有多少 GA多少GB多少GC 就是每一天都这样处理 或者是这样处理 那先进行规及 就要间接的 间接的发生时 先反映到制造费用 再比如 生产车间使用的机器设备 用于生产三种产品 那我先在制造费用里规及 发生的时候先没有明确是多少 它也构成产品成本的内容 反映到制造费用 等到期末 比如月末 再按照一定的方法 把制造费用分配 进入到生产成本 所以这样的生产成本 我们看到的借方 就有直接材料 直接扔工 制造费用了 这样一个过程 那再比如 车间管理人员 向车间主任的工作 你不能说 星期一把它进入A产品 星期二进入到B产品 星期三进入到C产品 不要这样做 这都是间接的 发生是没有明确 都在制造费用里规及 然后期末 分配转入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到期末 一般的情况下没有余额 但对于季节性生产的 按照计划分配率分配 可能会有余额 有一点要说明 制造费用有余额 那也是存货 不要说 制造费用一定没有余额 可能你工作的制造业 月末都把制造费用 分配 进入到生产成本了 没有余额 但是特殊行业 我是会有 这是说生产成本 那对于行政管理部门 发生的 比如说领用的料 行政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等 或者说再有别的 行政管理部门 向办公大楼提的折旧 那没有进成本 我们现在是制造成本法 进管理费用 管理费用的期末把它转到本年利润 我在前面也跟大家说过 影响损益的 那最终是 要把它转到所有者权益 本年利润 那实际上是 在未分配利润项目 所有者权益的里面 最终来进行体现的 再有一点 生产成本 有期出处 有本期发生的生产成本 等到产品完工住库了 要把它转到库存商品里去 怎么转啊 有它的一套方法 就生产成本 在完工产品 再产品之间的分配 这个 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时候 在会计这块 你不用过多关注 那生产成本 就会有余额 期末有余额 体现的是再产品 所以再产品也是属于存货内容 那完工入库了 才形成互存商品 这就是存货吧 它一个成本核算的一个流程 那具体来看 第一个外购存货的成本 购买价款 为取得一项资产 支付的购买价款 原则上当然是要计出成本 取得这项资产的本钱啊 但是是不是 我们所有的资产都这样 还不一定 我们在后面学习时 比如说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取得长期股权投资 他就没这样做 因此在学习过程中呢 还要注重普遍规律 特殊的规律 普遍的东西掌握 然后你说特殊的 哪个特殊 哪个特殊 你把它理解了 说那个特殊的都有它的原因 这不就好办了吗 那备的东西是不是就少了 而一般正常情况下 取得一项资产购买价款 当然有几成本 你取得这项资产的本钱 我们看购买价款 只是企业购入材料 或商品的发票账单上列明的价款 买材料你要取得发票 买商品取得发票 有一个价款 那价款里面 当然这里是不含什么 增值税 主要是价款 税单说 相关税费 我们要清楚 相关税费 有的是往成本里面寄的 有的不寄成本 哪些进成本 哪些不寄 你得掌握好了 存货这一部分理解好了 那对于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 一样的 本质都是相同的 那相关税费 比如 进口关税 这是相关税费 从境外进口 比如国外进来的 会是一个关税 那关税肯定 你要付这笔钱 我们要取得这项资产 要寄入到成本中 比如说购买的汽车 进口汽车 那个汽车 假如德国生产 或者美国生产 日本生产 原装的汽车 在我们的市场上 以付着钱的价格 比它 在美国等一些市场上 高端到 可能会高很多 甚至可能都翻倍啊 有的比翻倍还多 那其实这里面 就有个进口关税的问题 关税往成本里寄 都一样 中美贸易 特朗普 弄这个中美贸易啊 那中美双方都受到伤害了 什么上第一千 自尊八百是真的 那美国那边 物价通过膨胀 真的很厉害 我去年在那待过一段时间 明显的有感觉 那有的一些商品的价格 都翻倍了 很多就于 大部分于这个关税行关 所以进口关税 就构成成本的那 但是最终受伤害的老百姓 那有的涉及到消费税 你只要付了 就是进口的东西 涉及到付消费税 进成本 资源税 然后还有不能抵扣的增值税 进行费格 对于增值税啊 有的是能够抵扣 正常的一般纳税人 购进货物支付的增值税 是能够抵扣的 当然 说一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购进货物是不是增值税都抵 也不一定有简易计税之处 那是个特殊的 我们在考试的时候 涉及到的增值税 谈到一般纳税人 题目里面说 有增值税多少多少 那是抵扣 什么叫抵什么 抵消项税额的 比如说 我们现在购入商品 商品价税合计113 其中商品本身的价管100 增值税13 那你买时呢 要付113 那13呢 就应该作为进行费格抵扣 这样来反映 应交税费 然后这里面呢 就涉及到应交增值税 比如说刚才谈到的 有13 那你就进行费格抵扣 这里反映13 而真正进成本的是100 那贷银行存款吗 比如建源材料100 应交税平交增值税 进行费格13 贷方贷银行存款113 然后把这个商品 我转手卖出去 价款卖了200 向客户收钱 要收226 那226呢 就有一个销项税格 26 底的是这个销项 之后 我们假如没有别的一些事项 你最终就会发现销项比进行多了13 那你交给税务机关的 再交13 为什么会是这样 因为你买东西时 付给别人的增值税13 我卖东西 我卖东西收别人的增值税这一部分是26 不价外税吗 不多收了13吗 那你多收这一部分 我们要交给国家 是这样的 所以叫价外税 形成抵扣 如果小规模纳税人不让你抵扣 那你支付的款项都记录原材料 往城本里面反应 当然大家不要有这种理解 说这个东西 你看 我一点都没亏 他税率爱高高爱低低 反正我多收的这一部分 我给税务机关交上去 那时候为什么国家税率呢 增值税17% 有16% 我现在有13% 我现在这样 一般的买卖东西时 往往都谈到一个总数多少 总数多少付完钱之后再分 有多少是价款 多少是属于增值税 比如说 你要到饭店住宿 开发票 增值税发票 你可能关心 我一会儿房价多少钱 你问人家 哦你这个房价多少钱 增值税多少钱 是这样问吗 都不是 因此总数低的话 肯定是便于这种流通的 我明确这个事情 好这是关于增值税 所以后面我们学习时 你大致要知道 简单的 买东西付的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是进项税购 把东西卖出去了 那属于销项税购 这个事情要清楚 我们看提示 小规模纳税人购入货物相关的增值税 那它是一个简化处理 所以这一部分要进成本 它没有进项税 销项税的说法 一般纳税人购入货物相关的增值税 能抵扣的 我们不要往成本里进 要反映到应交税购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购里去 不能抵扣的进成本 有一些明确的 你购进的时候 我就不让抵扣 那比如说 我们要是购进的货物 然后存货马上要给职工作业福利发放 购购的 这份要求你不要抵 你不抵 那继续往成本里进 那再看其他相关费用 这个其他相关费用啊 是为取得这项资产发生其他的 不是属于购买价款相关税费的事情 反正要明确 为取得一项资产发生的增量成本 原则是都要尽 什么叫增量成本 取得这项资产发生 不取得不发生 这增量 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运输费 您要不去采购这项存货 发生什么运输费啊 没有啊 不采购 哪有装卸费啊 你也不用装也不用卸啊 这不就是说吗 你取得这项资产 装上去 谢谢来 要给相关人员的职工金筹等 那当然有的一些运输公司装卸 他还会涉及到别的一些专用的设备等 反正你给人多少钱 要把它寄进来 保险费 你不买不上保险 那这就是直接相关 包装 有的你要进行包装 那包装费也是 仓储费 采购过程中所发生的 我们往城门里面寄 比如说你采购过程 中途经过什么地方要停下来 要有个仓储的过程 然后再经下一段的运输 那这也是为取得这项资产发生的 职业相关的 是采购过程中的仓储费要几年 运输途中的合理损耗 那这个合理损耗进成本 不是合理损耗 不要往城门里寄 那有一点要进行说明 合理损耗进成本 就是说你不要从总成本里面 把它再剔除了 比如我们当时采购存货 付的是一百万 然后最终发现有合理损耗 有百分之一 整个价值是一万 那么这项存货成本多少还是一百万 就是你一百万里面 不要把那一万扣出去 那还有另外一种出提的方式 人说一百万 告诉运输途中合理损耗一万 你可不要说哦一百万 我再加上一万 加不着 总的才是一百万 你就说不要从总成本里面扣 当然他要说运输途中发生 合理损耗数字再单给了 你千万不要把它再给加一遍 因为他在总成本里已经含了 还有入库前的挑选整理费用 我们有的存货 挑选整理很重要 经过挑选整理 最终形成的废品会变少 没有挑选整理废品就多 也是存货达到目前场所状态的必要之处 所以是必要之处 那也是要把它记录到存货成本中 这叫其他相关费用 那下面商品流通企业 采购过程中所发生的采购费用 像运输、装卸、保险一样 也要把它记录到所采购商品的成本 蒙州里记 那当然 按照重要性会计信息质量要求 采购商品过程中的进货费用金额较小的 那你就记当起损 比如记到销售费用就完了 你也没有必要说 王大利在记成本里面哪个哪个在分 就直接销售费用 原则上商品流通企业 采购商品过程中所发生的采购分数 成本里记 因为大家也清楚 这一部分以前曾经都费用化 费用化 那你取得这项资产的本钱 那就不对了 比如说我站在北京 采购同样的货物 一个是从天津进货的 发生的采购费用受贿很小 一个是从海南进的 这海南大家也都知道 你说那我火车直接开过去 现在还不行 那必须有一段期间要用货船 那它的成本就会很高 那如果说 你在天津这一边 货物本身这里面是100 然后进货的一些费用 假如说是2万 那如果说是海南 这个货物呢 是属于90 然后运输费用是20 那我们真正知道它的成本 海南这边是110 而你从天津进的 一共才是102 我当然 从天津进 这个成本第一 那以后卖掉时 形成利润高 如果不进成本 啊天津100 海南90 海南进吧 咱们支援支援海南 这个单数 那肯定不合适 所以就是商品流通液 采购商品过程中的采购费用 我们是往成本里进 那下面看一个单选题 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21年9月构筑一批原材料 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著名价款200万 谈到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没有特别说明情况下 购尽货物 支付的增值税 是作为迹象水格抵扣的 不往成本里进 那现在发票上著名价款200万 这个要进成本 增值税税额26万 应该作为进项税额抵扣 这个不要紧 如果款项已经支付 另一银行存款支付 装卸费0.6万 不考虑增值税 装卸费是处于其他费用 那相当于增量成本 取得时才发生 不取得不发生 入库时发生挑选整理费用 0.4万 就要进成本 运输途中发生的合理损耗 0.2万 这就单给了 你不要成本里进 别把0.2再加上 就说 其实在总成本里是 含这一部分 你不要从总成本里扣熟就行 所以这个不要管 不要去管它 那原材料入账成本 刚才谈到这几项加强 200加0.6加0.4 201 选项必证确 下面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加工取得存货的成本 加工成本是说 加工过程中所发生的 那典型呢 一个是直接人工 发生的生产工人的职工薪酬 还有一块 是一个间接费用分配 按照一定方法分配的制造费用 这属于加工过程中所发生 我们看提示 第一个产品成本 包括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就是说料工费 制造费用 涉及成本项目 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的概念 它是一个间接成本 是构成成本内容的 一定是间接的 也就是说 它发生的时候 不是直接把它寄入成本计算对象 比如说寄到某种产品成本中 那包括企业生产部门 比如说生产车间管理人员 这职工薪酬 那车间管理人员 典型刚才谈到了车间主任职工薪酬 折旧费 没有特别说明啊 生产车间使用固定资产提的折旧 说你嫌弃制造费用 制造费用等到期末再按照一定比例去分配 当然说生产车间使用固定资产提的折旧 是不是我们都寄制造费用 那不一定改 我们要保证真正成本核算 相对来说是准确才合适 比如说生产车间有两台设备 那一个呢是设备A 一个呢是设备B 设备B 用设备A生产的是假产品 设备B呢我们生产的是以产品 是专用的设备 设备A 它的自动化程度高 设备B自动化程度低 自动化程度低人工工时多 那它的价值大 设备B的价值小 我的问题是 你说是假产品 还是以产品负担的折旧费高材合适 显然是假产品 你假产品用设备价值高 自动化程度高啊 生产的 那你应该负担的多 分配的折旧费用多呀 就给它的折旧费用的多 别说分配了 但是 如果没有看到这一点 把A设备B设备的折旧费用 都放到制造费用里去 制造费用月末 也没管三七二十亿 全部按生产工人工时比例分配 大家听到我在说什么了 最终会形成什么 设备A自动化程度高 生产工人少 分的少了 而设备B分给以产品的多了 那成什么事了 那将来我们都是要成为合格注册会计师的 所以有在给人做审计的过程中 适当的有一些他不合适的一些做法 我们要适当的给人提供咨询啊 那这样 我们才是构建这种和谐社会 所以不是说绝对的 要看情况 不要认为 我看 书上都这么说的 生产车间 使用物流资产 提折就制造费用 那不一定 是情况 没有特别说明 边分路时 你往制造费用里来 当然对于生产车间发生办公费 水电费 机物料 消耗劳动 保护费 季节性 修理期间 停工 损失 那都要成本里寄呗 那也就是说 生产车间发生的这些构成成本的 只要说 不是直接把它寄入到 成本计算对象 那你往这里面寄 之后再去分 所以我们再看 制造费用是构成 产品成本渐渐费用 制造费用不是期间费用 不要认为说制造费用 我在利润表里哪有反应啊 它不是利润表上的事情 前面谈到过 制造费用一般没有 我们有一年的注册会计师 资格考试客观题 一个选项 制造费用有余额 有的同学说 这不胡说八道呢吗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 制造费用有余额 但是没听说 实际上 特殊情况是有的 那有余额就是存货 在存货项目列报 那对于产品设计费用 我在开始也说过 我再次强调一下 可直接认定的产品设计费用 属于存货的其他成本 你要不属于可直接认定的产品设计费用 那还是既管理费用 就当其存 下面第三 其他方式取得存货的成本 我们还有其他方式 比如说接受投资者投入存货 非货别性资产交换的形式换入 那债务充足方式取得 企业合并方式取得 都可能 那先看第一个问题 投资者投入存货的储备 接受所有者投入 接受所有者投入的资产 像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原理都是一样的 应当按照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价值确定 比如说投资合同协议约定 我们正常按照它计 但有一点 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的出来 那不公允的 你按照公允的来 比如合同约定这项存货一百万 它的公允价值是三十万 你按照三十万计 我们看题目怎么说 合同协议要求是公允 不公允的按照公允来 那接受所有者投入的 假定是库存商品 我们会计数理怎么做 借方库存商品 那你要原材料借原材料 接受所有者投入存货 那你现在是一般大税人 涉及的增值税 是作为迹象税和抵扣的 应交税分应交增值税迹象税 然后代方实收资本 实收资本要体现在注册资本中享有份额 差额资本公积资本一价 你比如说 现在啊 接受了存货投资者的投资是一百万 然后有增值税是十三万 接受所有者投入之后 注册资本数呢 接受完之后是一千万 那接受所有者投入存货 投资者在注册资本中 那占的这个份额数 是百分之五 我们如何来进行会计处理 就是这个注册资本是一千 接受所有者投入存货之后的注册资本一千 这里面库存商品 这一百是公元的 一百 增值税进行税额是十三 那这个呢 投资者投入存货 在注册资本中享有的份额是百分之五 一千乘以百分之五 那等于五十 所以这样的实收资本里面反映五十 那差额就是资本公积的资本一价了 这个注册的六十三 所以它是道解 这么个过程 第二 通过非货民资产交换 债务充足企业合并等方式取得 那你执行相关准则 比如非货民资产交换准则 债务充足准则等 我们后面的都会涉及到 而第四 通过提供劳务取得的仓库 那我们给人提供劳务 也会涉及到可能一些料工费 某成本里寄 那这一部分呢 也有直接人工 还有其他间接费 还有以及可归属于存活的间接费 比如提供劳务 你在事务所工作 这人工成本 那我们用到了说单位的提供的有些设备等等 一些摊销的那这些都往前寄 寄入存活成本 好下面我们看提示 下列费用应当在发生时确认为当期损益 不寄入存活成本 那这个不構成成本的内容 第一个 非正常消耗的直接材料 直接人工和制造费用 对于呢 非常原因造成的实物资产的净损失 非正常原因 我们都进行为之处 比如找火了 便造成的一些损失 一般情况下都进行为之处 当然有一些非常原因造成净损失 也可能往成本里面寄的 非常特殊 这个我们在后面学习过程中 比如收入那一张 可能会碰到 那你说什么样情况进成本 说我知道 你这里面的可能会有这些非常原因造成净损失 然后那方说 我买你这个存货的时候 我会单独给你钱 那你往成本里寄 一般这种情况少 所以如果谈到 非常原因造成的实物资产净损失 没有特别说明 既盈利为之处 那第二 存货在采购入库后 领用钱发生的仓主费益 是入库后的 要寄当期损益 那这个呢 材料在采购过程中的净成本 那就是说 他达到目前场所状态的必要之处 入库之后再仓储 对于材料本身 那要寄管理费 不忘成本里寄 那不是真想存货 达到目前场所状态的必要之处 那第三 不能归属于只存货 达到目前场所和状态的其他之处 比如超定额废费益损失 你要寄当期损益 和定额内的合理损耗进程门 超定额的寄当期损益 说到底往哪寄 那可能管理费益可能应该之处 超定额要非常原因等等 造成的 说由于这种雷电等等 洪水造成的这种 应该之处 损失了 如果你要完全是属于 自己管理这个过程中不善 也造成超定额 那是管理费 我们就只要知道 寄当期损就行了 那下面一个 这以前考试呢 也曾经出过题的地方 企业采购用于广告营销活动 的特定商品 用于广告营销活动 买东西呀 做广告送人 那你这种情况 东西本身以后不能说 我把它出售 再得到什么回报 送人了 它就不是资产了 资产是预期会给企业 带来经济利益的才算 那你就把它作为费用处理呗 不符合资产定义哦 所以我们看怎么说 向客户预付货款 未取得商品时 你要真正还没有取得商品 我这些东西 钱付了 先反映到预付账款 但取得这个商品时 那你商品有了 我这商品就要送人 你直接把它寄入到销售费 把预付账款再充了 所以其他取得广告 营销性质的服务 也是比照这个来处理 用于广告营销活动 所以它本身啊 不会给企业带来利益 下面我们看 一个问题解答 如何对仓储费用进行快据服务 仓储费用啊 有是采购过程中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谈到 在生产过程中 生产过程中 同样有仓储的问题 有的情况下 可能会有仓储的问题 那就是 存货在采购过程中 发生的仓储费用 建成本 你不用再说 什么样的采购过程中 寄什么样的不寄 那就寄存货采购成本 那存货在生产过程中 会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所必须的仓储费用 那要进入到存储成本 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必须的 比如典型的 红酒的储存 我们有的同学 可能去过红酒厂的酒窖 有时候地下好几层 我去过 某一个酒厂 然后他们说 第几层的酒 是哪位著名明星的 那上百万的 从法国进口的项目桶 在那储存 你想这是 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所必须 那这个储存肯定要进成本里去 经过储存 说那酒很好喝 我知道你不会喝酒的人 储存不储存的都不好 找不到感觉 会喝酒的摇一摇 晃一晃可能就不一样 这是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所必须的 不是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 所必须的 那还是既当期损益 既管理肺益 他说这有明确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看 二年的考试单选题 这个题目是让确定 假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存货 历史的金额 也就说 构成存货成本的 报表上才反映到存货项目 假公司采购的原材料 加工成产成品后对外销售 这需要经过加工 加工成产品才能对外出售 20年假公司发生的 有关交易或事项如下 第一个 采购原材料支付 购买价款一百万 那这一百万 购买价款肯定往成本里寄 属于存货 入库前发生运输费用两万 那达到目前仗所状态的 必要支出啊 没问题 加工成本二十万 其中非正常消耗物料一万 那你真正进成本的 非正常消耗物料扣除 因为它是在二十万里含着这种 所以真正往成本里的加工成本 记得是这个数 二十减一 产成品至客户数 发生运输费用三万 我们截至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产成品的控制权尚未转移给客户 那客户没有取得相关商品控制权 所以他没有取得之前发生的这一部分运输费用 也是属于我们的存货 要进进来 那这就是要确定的存货成本机会 那这种题目考试是不能丢分的 那丢分的话 对不起党中央 对不起国务院 对不起家人 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们看这几项加起来 一百加二 再加上二十减一 再加三 一百二十四 选项A正确 我们再看 二一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关于企业存货计量的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生产设备发生的日常维修费用 应计入存货成本 对于呢 生产车间的生产设备是用于生产产品的 那这一部分发生的日常维修费用 应该是既制造费用 最终分配技术产品成本中 是与存货相关 所以这是对的 我们现在明确了 不是说生产车间 发生的日常修理费都记管理费用 你要是与这存货相关的 要进入存货成本的 曾经以前有过 说是生产车间行政管理部门一样发生的日常修理费用都记管理费用 我们现在不是 明确明确了 与这个存货成本相关的要进成本 所以是对的 我们再看B 季节性停工期间生产车间发生的停工损失 应计入存货成本 我前面看到过 你正常的停工损失 我往成本里计 当然你要说非常原因造成的停工损失 那也计赢计外支出 然后有的同学学过成本核算 比如废品 造成废品的这一部分 那你原则上也往成本里计啊 你要说非常原因造成的再说 不进成本 所以这也没问题 计入存货成本 再看C 存货入库后发生的仓主费用 应计入存货成本 不行 入库之后的 它不是说涉及到生产过程中 那生产过程中 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须的一成本 不是为达到下一个生产阶段所必须的 也不往成本里计 那C不行 再看D 受多加工存货成本中 不应包括委托方提供的材料成本 你受多加工存货 是受多方加工过程中所发生的这一步 你自己又投入了料工费 进成本 委托方这一部分呢 不是你存货成本 存货成本的内容 所以这也是对的 这叫ABD是正确的 我们接下来看17年 考试的单选题 假公司为啤酒生产起义 为答谢常年经销期产品的代理商 经董事会批准 16年为过去三年达到一定销量的代理商 每家免费配备一台冰箱 按照假公司与代理商的约定 冰箱的所有权归假公司 在预计使用寿命内呢 免费提供给代理商使用 这是免费给代理商用 假公司不会收回 虽然你所有权在假这一件 但是假不会收 一直免费使用 一直到报废 也不会说把它转到他运 那假公司共向代理商提供冰箱五百台 每台价值是一万 冰箱的预计使用寿命五年 没有残值 假公司对本公司使用的同类固定资产 采用年限平均法计题折旧 不考虑其他因素 下列各项关于假公司免费提供给代理商 使用冰箱宽击处理表出中正确的事 那就说 免费给代理商使用了 自己也不会收回 也不能转到他用 这五百台电冰箱 以后当然不会给假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了 所以我们相当于知道 就是用于广告经销活动 交集销售费用才对 我看A 将冰箱的购置成本作为16年销售费用 寄入当期利润表 那这就对了 它不是资产了 那你就应该把它寄到当期利润表 作为销售费用 B 因为无法控制冰箱的食物积极使用 将冰箱的购置成本确认为无形资产 并分五年摊销 而不是无形资产 你这个不招标 本身都不是资产的 再看C 将冰箱的购置成本 作为过去三年的销售费用 追溯调整以前年度损益 那么这也不行 顺便说一下 我们往以前进行追溯这件事情 大家要慎重 后面学习过程中 还要给大家说 什么样的往前追溯 什么样的不追溯 这个不行 D 作为本公司固定资产 按照年限平均法 再预计使用年限内分期计题折旧 不是固定资产 就不能属于资产 因为预期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力 所以A是正确的 17年 另一个单选题 下列过项中 应记住存活成本的事 A 季节性停工损失 季节性停工的 往成本里记还是记的 这正常的记入存活成本 B 超定额的废品损失 那废品的超定额不行 要超定额废品损失 即养即损 C 新产品研发人员的薪酬 那这部分啊 我们在无形资产研发部门会说 要记住到研发支出 它有的是资本化 费用化 费用化 最终利润表示研发费用 合算是管理费用 资本化的记入到研发支出 资本化支出 最终形成无形资产 它与存活成本无关 D 材料采购入户后的储存费 那这部分既当期损益 既管理费 所以真正既存活成本的 选项A是正确的 我们再看2016年的综合题的一部分 那甲股份有限公司 为一家从事贵技术进口 加工生产及相关产品销售的企业 其15年发生了下列交易货事项 其中的第二个事项 为了进一步树立公司产品的品牌形象 甲公司15年聘请专业设计机构 为本公司品牌设计了卡通形象摆件 定自市场上定制后 发放给经销商共展示使用 所为此 甲公司支付设计费用200万元 共定制黄金卡通形象摆件200件 定制价每件是3万5 15年11月 甲公司收到所定制的摆件 并在年底前派发给经销商 甲公司再将定制的品牌卡通形象摆件 发放给主要经销商 供给摆放宣传后 按照约定 后续别管经销商是否退出 都不要求返还了 本题不考虑增值税等相关税费 及其他因素 要求说明甲公司15年 应进行的会计处理并说明理由 包括应如何确认及相关理由编制会计翻楼 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还是说的是用于营销活动的 那这个要寄销售费 他预期不会说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我们看一下 甲公司对于品牌形象设计费 及卡通摆件定制费 应作为期间费用核算 当时的标准答案说就期间费用就行了 那你说在这边把它反映成销售费用 更合适没问题 肯定不扣分 我们不要形成资产 支付设计费200万 那直接把它寄销售费用 用于广告营销活动特定商品 最后借到销售费用里去 而定制卡通摆件 我们定制的时候 接方借预付账款 代行行送款 因为现在还没有取得我们定制的摆件 卡通摆件没有取得 反映到预付账款 取得摆件并派发给经销商 那这个时刻呢 把预付账款充了 把它寄销售费用 也用不着你先反映存货 然后存货再转销售费用 直接寄销售费用 然后那些摆件直接派发 然后理由 对于发放给经销商的 黄金卡通行销摆件 和设计费用 是用于呢 推广广告品牌 你未来不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 所以它不符合资产定义 那我们 要把它作为销售费用来核算就行了 关键的词 你得说 不符合资产定义 不会给企业带来利益吗 就不符合资产定义 所以作为销售费用处理 我们再看16年的单选题 15年12月31日 甲公司 向乙公司订购的印有甲公司标志 为促销宣传准备的卡通毛绒玩具 到货了 并收到相关购货发票 50万元货款已经支付 该卡通毛绒玩具 将按计划于16年1月 向客户机潜在客户派发 不考虑相关税费机其他因素 侃利益关于甲公司 15年 对订购卡通毛绒玩具 所发生的支出快捷处理中 正确的是 说的还都是一个问题 那一定 不能形成资产 把它要确认为销售费用 A确认为库存商品 B确认为当期管理费用 C确认为当期销售成本 D确认为当期销售费用 那当然选项D是正确 那这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存货的概念 存货确认条件 还有存货处持计量 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存货的处持计量 处持计量历年考试的题目 大家要关注 这几个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